关于汽车的续航能力 一直以来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问题 有机构做过相关的研究 发现一般的燃油车在加满油时可以跑500公里左右 当然,现在有的日系车可以达到1000公里 但只是个例 而电动车在充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跑800公里左右 对于燃油车而言,这是极导一个加油的问题 汽油剩多少,就该加油加多少 你真的懂怎么加油吗? 这两点没做好,商发动机还可能导致车子自燃 给汽车加油,对于车主们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行为了 对于加油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问题 首先,选择正确的加油途径 一些喜欢钻空子的商人,从加油站的名字入手 通过申请一些箱镜子,如中原石油等名字来迷惑车主 然后再提供价格低廉的劣质油来损害汽车 所以,在选择加油方式时,尽量去正规的国有企业加油 还有,就是加多少油和怎么加油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老司机会介意,等油箱里的油用完了再加 这样会消耗油箱里面长时间沉淀的油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因为现在的汽车油箱都是从下面开始用油的 而且,当油箱里面的油快用完时 对燃油泵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样做的话会得不偿失 加满油还会导致车辆自燃 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首先,不能等到快没油的时候再加 一般,当油量显示表显示还剩四分之一的时候 就应该去加油 每次加油的量也无需过大 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五分之四就足以 加的量过大,反而会引起油箱口燃油雾化 很有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 所以,通过上面介绍 您知道该怎么给爱车加油了吗?